解一下 剛剛不外乎就是 按下按鈕 輸入 Input Box 會有個結果出來 那需要做的事情不外乎就是 用錄製的 1到 8 不過 因為可能時間關係很多同學都是直接複製貼上 那但還是自己要找時間 最好在 錄製過 像剛剛有同學不錯啦 錄下來也許 你這個 Criteria這個部分尤其是這邊 好如果是像剛剛同學用勾選的就是array 就是正列 也就是說將來他這邊是可以 接受 單個條件 或者是 多個條件 那或者是說萬用資源包含包含好像前後會多那個新號吧 也就是說不管前面是什麼不管後面是什麼 那他就會 有不同的查詢方法 然後複製貼 後來我們又把它做一個簡化 簡化裡面就是 當然 上面那個方法你要不要簡化 並不是必要條件 可是 有的時候 寫程式的 難免會 會 希望 總是覺得 能不能讓自己的這個 程式看起來更漂亮更簡短 好有沒有 所以我強調 像我寫過的程式 幾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 越短越好 所以我寫完然後我就看 是不是能夠再少一點 再少一點 OK 能夠再精簡一點 第二個呢 是越直覺越好 直覺 直覺意思 就是說 因為你看到的 所以你會做 也就是說 你不用死背了 因為我會產生這些東西 都不是因為我背起來的 而是因為我知道我要什麼 而我產生的這些東西 OK 所以 變成你越直覺的話 那以後呢 就一下子就可以知道該怎麼做了 因為是一種 直覺的嘛 所以你說查詢系統 像每次上課 其實你們 聽這些有些就已經夠難了 講其實更難 你要把這東西講得清楚 讓人家懂 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而且有的時候是 我想講不見得 我講得出來 最早之前 我還要再揣摩說 這東西 怎麼樣敘述 不怕說一下講出來 你們不見得 知道我在講什麼 這個有時候也會有 那種落差的 OK 那理解上面的 所以盡可能的 越直覺越好 所以裡面的東西啊 應該大家只要英文程度不要太差的話 應該都看得懂 而且我覺得還蠻好 而且這個 Current Regio 這個Current Regio 非常好用 後面的話不一定要加Copy 像你要排序的話 有沒有 就是點Sort 就是點Sort就好了 點Sort之後 你會發現排序 如果你用排序 用錄製劇集 你會發現 錄一大堆東西 但是呢 如果你用Current Regio 點Sort 大概一行 全部就搞定了 太方便了 OK 不過當然如果你完全都不太知道該怎麼撰寫的話 還是可以先從上面的部分 變成一個階段的 可能沒有辦法一下子 老說真的這些東西 沒有辦法 馬上進到你的腦袋裡面的話 那你可以聚集再到這邊 另外還有就是 我也蠻建議各位 可以有產生類似像我這樣的一個 雲端白板 那是你自己的雲端白板 就是你以後自己改了什麼東西 也許你也可以做一個 紀錄 否則的話有的時候改來改去 你也許 又不一樣了 你可能也不知道到底是 自己寫什麼 然後呢 盡可能 多寫一些註解 像我這個註解都寫兩三個字 所以你